迪安娜 我说你真厉害啊 你这样的一个身份 竟敢跟一个凡人谈恋爱 我是这部剧的触皮人和品牌监制夏瑞衡 很开心啊 在今天我们国签下期的第五天 大家花时间 跟我们相聚在上海的犹太奈民纪念馆 那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呈现 我们这部剧的上本 《梦里群他》当中的一些音乐片段 以及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穿插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 我们生来 或许是为了造福人间 又或许是为了猎取自己的美名 写别人的故事好写 但我 五锡金的故事 又该怎么去说呢 把自己捆绑 迷失了方向 那是你没有 手无传 手无传 这些歌真的好难 我在国外学习这么多年 应该怎么唱这些歌 是谁 是谁 是谁在唱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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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中山野雾 我的夢中的人 你在何處 我叫迪安娜 有可能我們之間真的認識 是嗎 這裡的場景真的和我夢裡的一模一樣 迪安娜 我的姑娘 你還等我回到你身旁 回到夢中的故鄉 我叫趕快 再去不去 我叫趕快 然後再去不去 我叫趕快 此而言 今朝处于那夜璀璨 才与波条命令 爱情 真心 想到了你的重生 我在梦里我歌声召唤你 你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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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会让你变成他的 在音乐上能够这样去做一个匹配的就是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海燕》 那大家有感觉到好像你相当又出现在我们身边 谁知道她的辛苦们也胜过都未养一时出席 现在这个讲堂中遇到陈端老师然后开始去了解他父亲的故事以及他的故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去传承值得我们新时代继续去讲述的一个故事 那当然我们也发挥的创意我们的编剧将这些故事重新的塑造成一个三生三世的梦幻的奇缘 那刚才大家看到的是片段式的演出当然完整的演出还是要到剧场去看 虽然我们刚演完这个剧场版的演出我也希望这会是一个新的梦想的起点 未来我们将带着这样的理想以及这样子的故事继续往下走 活性快乐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